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師兄, 天天已經做了所有事了 我連血都連血都連血都連血 想不到床這麼長 我看他要替我投歸盡 真的這麼嚴重? 是 你看看, 大師兄 他失了牛, 封了牛腩? 這隻牛已經由鯛牛變猛牛 一隻由鯛又猛牛, 只會亂衝亂作 我看不出三天, 這裡一定有事 我看不出三天,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鯛牛, 別動, 別動, 別動 別動, 別動 幸好這個小蟲貓沒打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不要動... 上去玩, Sir, 想不想我插著你 阻差辦公了 Sir, 其實是他自己… 其實是甚麼? Sir, 其實是他 這件事是他一手一腳搞出來的 他是幕後的主謀 不然那些匪徒怎會打劫商場 殺進我的店裡 原來你就是主謀 是呀… 你好了, 我忍了你很久了 怎麼樣?你發脾氣 你以為我就怕了嗎 我開一間店舖 千辛萬苦把泥牛變金牛 我現在踩到你的尾巴 你為甚麼要把我的金牛 變成瘋牛 Sir, 是他先犯我的 甚麼金牛瘋牛 瘋牛是我搞的 是呀, 你現在說 你是做風水佬的嘛 你應該知道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嘛 你金牛變瘋牛關我甚麼事 要怪怪的學藝不正 你說得對, 誰不是自己 我最多跟你抱著一起死 不讓你看罪 你…別吵了, 你別吵了 兩個人合起來一百多歲了 為甚麼這麼少人來吵 我真是不明白你們的 他們兩個在說甚麼 甚麼泥牛瘋牛 我記得在哪兒見過他們了 他們在電視台上說風水的 每次都說得很準確 難得兩位風水大師在一起 就不如幫我來看看風水 好不好 這陣子做事還要攤腰 覺得風水有甚麼不妥 麻煩你去大師幫幫忙 幫我們看看風水有甚麼問題 是 好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神位 方位擺得不正確 不是… 神位沒錯 來… 是仕頭婆的照片 擺不正確的位置 是… 更好處理 辛苦你了 去做了 Madam, 剛才這兩位風水大師 幫我們看風水數了我們意義的東西 和鈺, 你在這裡簽名就行了 謝謝 和鈺, 你這個價錢真合理 做生意值得喝杯 說謝謝那個應該是我的鞋 老闆, 細朕, 你買的那塊是風水地 搞定了那些鄉民, 你再開心也沒錢 風水地?我知道了 所以我準備在那兒建個長生堂 黃毓, 死人錢不難賺吧 細朕, 你好 我也是跟你學習的 下個月在這裡簽名經 好呀, 不送了 黃毓 洪先生, 把洪毓去 三文, 伯下研究的計劃 可以開始進行 是 還有甚麼事? 洪先生, 我已經查了德蘭修女的下落 大家吃水果 德蘭修女, 外面有一位先生 拿了很多海味和新衣服來 說要分派給我們的老人家 好呀 還有這張支票 他還指明要捐給我們教會 一千萬?一千萬這麼多? 洪先生, 那些貨都齊了, 就這麼多了 德蘭修女, 就是這位先生捐這筆錢的了 德蘭修女 先生, 你帶這麼多禮物來 送給我們的老人家 又捐這麼大筆錢給我們教會 我真的很衷心, 謝謝你 修女, 千萬別客氣 其實我找了你很多年了 想不到今天會碰你 我也是在埃塞俄比亞那裡 回來一個多星期左右 那邊的兒童 很需要我們的愛心 是 對了, 你找我甚麼事? 是呀, 修女 我這次來是想你幫我找個弟弟 你和弟弟失散了嗎? 修女, 你記不記得 二十多年前 有一位姓洪的洪太太 帶他弟弟給你寄養 那個就是我弟弟了 太太, 二十多年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了, 洪太太 修女, 我弟弟現在怎麼樣? 他挺好的 他在哪裡 你弟弟來了兩三個月之後 就被人領走了 之後我們一直沒有聯絡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修女, 無論如何請你幫幫我 我媽媽為了這件事 一直耿耿於懷 如果找到我弟弟的 多少錢我也肯捐 洪先生, 這個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了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他來帶你弟弟走的那天 是一個節日 好像是...不知道...冬什麼 修女, 修女, 是不是冬字 是呀, 冬字, 沒錯, 是冬字 事隔二十多年這麼久 我都很模糊 如果讓我看見他 我...或許可以認得他 冬山, 你不用這麼灰心 天主一定會保佑你 謝謝 阿蘭修女, 這個是甚麼字 我不懂的 這個是攀子 攀子 好… 是他, 是他, 是他 是他帶走你弟弟的 你聽我說了, 八姑, 沒錯了 你叫你兒子掌長頭髮 遮住額頭 可以擋殺嘛 因為他所有不好的東西 因為額頭而起 是呀, 放心吧, 八姑 你照著猶大師這樣做呢 包括你兒子走運一條路 發財不會窮 老婆漂亮的中楚紅 好…成你貴兒 尤大師, 我先走了 好, 先走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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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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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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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了點數 女人錢真是容易賺 亂說幾句也敢有, 伯伯 你以為吧 每一句話都有根有句 可不可以來的那些 都是無知苦如那道糟 你說甚麼 沒有, 我說你有沒有吃過 芙耳煎倉耳 你就是這個兒子 請問是不是 有一位尤天定先生在這裡 是呀, 兩位看照, 請人來 不是, 我們老闆洪炳先生 想請你回去見一下 洪炳炳 對不起, 我今天的預訂滿了 如果洪先生想看照, 預約吧 這裡一萬元 是洪先生的小小心意 好, 希望尤先生你少了 還有想面子跟我們回去 這輛車已經在下面等了 既然洪先生這麼想面子 我推一兩個預訂沒所謂的 你們等等 好, 等 佑先生, 請隨便坐 我有所有通知和洪先生 好... 好, 不錯 不錯... 每個人都吃了個財位 看著我不用怎麼看的 這裡 佑先生 你看看甚麼 我現在看風水嘛 洪先生請你回來 不是看風水的 莊女, 請喝杯茶 好, 喝茶 進來 洪先生, 這位是尤天定先生 你回去, 是洪先生 你回去, 是洪先生 佑先生, 請坐 好 佑先生, 很久不見了 你認不認得我 很對不起, 我很善亡 不知道在哪兒見過面呢 是呀, 我是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 記得了, 這樣就記得了 在夜幾年前 我在你那兒領養一個小孩子 是呀... 你好嗎 好, 佑先生 那個小孩子就是洪先生的弟弟 是洪先生的弟弟? 佑先生, 我的弟弟現在怎麼樣 旺總腳不消提了 一天是我太太不好 管她不行了 她整天群上的小孩子 到處聊事鬥非 有一次還...大件事了 還上了警署 她犯了甚麼事 在街上搶人家 結果不是被人判了進南童院 等等呢 一天是我不好教導武方 你知道的, 我要賺錢嘛 天天要跟別人看相 晚上又開班教人 不像你的有錢人 好啊, 來吧 我不想聽完這些無謂的事 我只想知道我弟弟 在南童院出來之後 然後怎麼樣 他就當了我們是仇人 沒有回家了 那你沒問問他的朋友他去了哪裡 他的朋友過了兇神惡殺 又紋了身的 我怎麼敢惹他們呢 佑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弟弟 現在還在香港嗎 不在香港了 去了很遠的地方 很遠? 你怎麼知道呢 都是他的朋友那裡傳回來的 可是你剛才說 你很怕見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怎麼告訴你呢 是這樣的 有一次在街上 我遇到其中一個朋友 我也擔心你弟弟嘛, 是不是 那就去問他, 那就知道消息了 是多久的事 五、六年前的事 那你知不知道我弟弟現在在哪裡 據我所知 他跟了一個黑社會大哥 就去了南美 後來就去了摩洛哥 後來就回到巴西 過當了另一個大哥 就去了秘魯 然後呢? 很慘了 怎麼樣?香了 那又不是香了 他就跟了一個 印度的高僧做和尚 全世界去到處花園 原來我弟弟還做和尚 就是了 一天都是我不好 佑先生 怎麼樣也好 這次我也很感謝你 我知道我弟弟的消息 對了, 剛才我記得收你去說 你知道我弟弟那天是冬至嗎 是, 是冬至 佑先生, 謝謝你 我找人送你回去 好, 謝謝 好, 再見 青青河邊 這首歌是李奇唱的 兒子, 你還在看電視嗎 很晚了, 你爸爸還沒回來 你下去等他吧 是嗎? 是呀 老爸很少可以這麼晚回來 下去一塊碰他 快點, 剛剛看得最緊張了 不去 洪峰連電視都看下去了 這個很好看 回來了, 不用去了 你回來, 沒事吧 又不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會擔心你的 是呀, 你沒事吧, 老爸 在做胡風, 很像你 我解釋一下 還有甚麼好解釋 你現在就認回那個有錢老爸 坐下 怎麼搞的, 真是演戲這麼做 認回那個有錢老爸 還要考慮這麼多 我比著我真是批反應 告訴你 勸不批反應 看電視就別打批反應 是呀, 要合理才行 大哥, 比著你會怎麼樣 比著我當然不會認得這麼晚 最快認得最快 有錢老爸 你知不知道 生糧不及養糧大 這麼沒本心 你氣死老爸 你氣死吧 你氣死了 給我… 天地, 你幹甚麼事 發開口夢 我…沒事… 你有甚麼騙到我 做了二十年夫妻了 有甚麼事就說了 你今晚回來 我也知道有事不妥了 你是不是想念兩個兒子 都說沒事了 我想到街上走 這麼晚了, 你去哪兒 我很快回來, 你睡覺 沒事吧 你不妥了, 你知道嗎 你是甚麼人 喝醉了 睡覺, 你沒事吧 乖… 乖, 你不要再…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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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著你 怎麼說的 冬志, 待會你媽回來 讓大家一起吃湯丸 慶祝你第一次在這裡過冬, 好不好 你拿著來玩吧 一定是你媽回來, 我去開門 老婆 老公 你怎麼有好消息給你聽 這麼巧, 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是呀 不如你先說 好, 我們有家有後, 你開心嗎 你這麼聰明, 你知道我懷孕了 你算出來嗎 你懷孕了甚麼 你說甚麼, 我懷孕了 你剛才不是說有家有後嗎 為甚麼這麼巧 前不有, 早不有 剛剛在這個時候有的 你說甚麼 你自己看 是呀 有一個小孩在這裡 我剛剛在兒童院帶他出來的 這件事你一定贊成的 是, 我有這麼說過 不過, 現在有自己的骨肉了 不用拿我回來養 不用了, 送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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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放心 老爸呢 不會扔下你不理的 或者我們有緣呢, 是不是 我... 先生, 你是否有心結解不開 我盲工精尊幫人解爛消災 你坐下 我贈你幾句 先生, 你想問甚麼 我有件很寶貴的東西不見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得回呢 你想問失物的話 沒問題 你在簽筒裡拿一支簽給我 五十七簽 這個簽文的原意 說這件失物不是屬於你的 先生 正所謂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想求 不是你的事 物歸原住都很應該 就算等在你這裏 一時都等不到一世 生罷死罷 對這件物件對你都沒有好處 倒不如好來好去 那就心安來得 死物不同人 人呢, 就有感情的 不可以說來就來, 說去就去的 怎麼 人非草木, 碎叔無情 這些是天意不可為的 甚麼都是整定的 何必知尋辦老 他四五歲, 我就帶他回來的 不要好心機照顧他 當他自己兒子一樣的 閃下眼, 他就出來做事 那這兒子也挺生性的 每個月都要有些錢拿回來 雖然不多, 都算是有心 你搞得他這麼生性, 當然是對著人對著自己, 就算是物歸原子, 都是心安理得的 對了, 我到了, 這件事你考慮一下 先生, 我跟你談那麼久, 我都不知道你做哪一行 如果我告訴你, 我們是行家, 你信不信 行家? 出奇了 其實也不是很出奇 正所謂能依不自依 當一個人陸神無主的時候 你也會像我這樣 陳先生, 有機會再談過 再見 阿東, 阿東 阿東, 媽媽 糟了, 你老爸昨晚半夜生氣了 新年又下了街, 到現在還沒回來 不用擔心, 老爸 整天都神神發發的 有甚麼事, 你打電話給我, 行了 要不要報警 不用報了, 行了 媽媽, 老爸回來了 老爸, 你昨晚去哪兒了 阿東 幹甚麼 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有甚麼事, 留下今晚再說 我再遲到老闆有很多話 阿東, 阿東 你去哪兒了, 現在才會回來 擔心死人 說甚麼 殺到來了 說甚麼殺到來了 我為甚麼 我不早一分鐘抓著她說 現在被人截了, 我真是想說 說…你想說甚麼 不知道那個親生大哥就是洪秉儀 洪秉儀不過那二十多年 我想起在二十多年前 又生來照顧你走的時候 你才只有四、五歲的丁果 甚麼, 如果這麼大的兒子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對了, 德蘭修女 我真是洪秉的弟弟 我知道我說了你也不會相信 等一會兒你看到洪秉的面子 他會說明白給你聽的 德蘭修女 甚麼 別搞那些事 那些事可能跟風水有關 如果你動過它會對主人不利 是嗎 原來你對風水有認識 洪先生, 這個就是你一直要找個人 你就是冬子 洪先生 叫我大哥, 不要叫我洪先生 大哥 好, 你知道嗎?我查過了 那年在冬子那天你們猶家多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就是你 來, 跟我叫媽媽 來… 進來 洪先生 洪先生, 你出去 你出去 媽媽… 你看誰來了 這位是誰 他是小蝦 我找弟弟回來 小蝦 你剛回來真是太好了, 小蝦 你叫媽媽 你叫媽媽 叫媽媽 算了, 算了 不叫就算了 我們現在可以一家團聚 我現在已經心裡燃了 我現在已經心裡燃了 是大媽對你不住的 當初我送你一隻故意了 要不然你也不會這麼苦 這麼淒涼 每天對你不住的事 看得到再看得到 媽媽 你不用責怪自己 那時候我們窮 你才會這麼做 媽媽 你不要說這麼多話 不如休息一下吧 你休息一下吧, 媽媽 你...你肯叫我媽媽 我真是太開心了 對了, 兒子 我這三點有一間別墅 一向丟空的, 是嗎 是呀 我想給你弟弟好嗎 好 還有, 他在食物那裡 有養的客人的股權 我也想給他, 你贊成嗎 好呀, 我會做的 好呀 我記得那些山頂好像還有幾間 媽, 你...你先休息一下吧 沒事...我一時有點累 想睡一會兒而已 你休息一下吧 總之, 兒子 你以後要好好照顧弟弟才好 好呀 你放心, 媽媽, 我才做的 好...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太好了 阿祖, 阿祖, 告訴你 小時候, 爸爸和媽媽 很喜歡帶我和立春上來看夜景 那時候我最喜歡拿著爸爸的衣服 我拿著他, 經常問他的事 你知不知道我問甚麼 問甚麼 我經常問他, 我問 爸爸, 爸爸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指給我看, 我們住在哪兒 你瘋了嗎?怎麼指 指到的... 指到?哪一筆打哪一筆都不知道 怎麼指 不過一定是指錯 你怎麼問的 小時候, 我到我大了的時候 我常在家裡想 我希望有朝一天 如果我站在山頂裡 我一指指下去的時候 有一筆小東西屬於我 就算你... 指... 我都會很開心的 你的夢想成真 不是夢想成真, 是超現實 有很多 你不知道 我閉上眼睛, 你轉眼圈 我指給你看 轉眼圈 來, 轉眼圈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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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那裡 熊市大廈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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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縮頭 那裡也是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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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真的想回應他做大哥嗎? 那裡 天定 你只顧著兒子的話 就出廳等他回來 然後跟他說清楚 你整晚在這裡 點來點去是沒用的 你不用睡, 我也要睡的 是呀… 對了, 我有空出去等他了 不過我多喝一口湯 去廁所行不行嗎? 行, 那你還不出去 阿春 幹甚麼?大哥 你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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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是我的親生大老夫 想不到你… 我自己發夢也想不到 是呀, 你真是發夢也看不見了 我不用以為是你大哥 你只有一個小朋友 我嚇你幹甚麼?我今天才見過他來 這麼多東西都是他給我錢賣的 還有他答應了25% 啟性實業的股份給我 幫我算一下 啟性實業的25%多少錢… 大哥, 你說真的 當然是抗爭, 繼續在那邊 從貴棟裡拿來 你去找找找…看有沒有啟性 看有沒有資產有多少 來…幫我算 股票那份在哪兒 在哪兒?股票那份在哪兒 在哪兒?股票那份在哪兒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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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算一下 有沒有啟性… 幫我算… 25%…是多少 算不算, 又很熟口 為甚麼只有一個E字 八個位都不夠 這也就是過億 發賣了, 大哥 阿聰 發賣了 你說真的, 大哥 當然是說真的 我不願意噴口答應我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我搶在那兒 買個四千多尺的樓 換了這架子 換了這架子 換這架子 換了他的車嗎 換車 換了他 換了老爸老母 好吧 老爸 別這麼說, 你是 億萬富翁的弟弟, 我不配 不是, 老爸, 大哥… 你閉嘴 你在這兒認親認識幹甚麼 想癡人的金腔, 是不是 老爸, 午餐就跟你談過了 一天是我不好, 無緣無故就拿來煩 那這塊東西回來養做甚麼 自己不是說沒有 生生虎虎養大, 不准準備走人 這個世界都是銀子好, 夠了現實 我沒說話好說的 你的行李我已經幫你收拾好了 如果你要走的時候 就拜託你給我鎖好道門 是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我出街了 老爸, 起床 快點去擦牙洗臉, 你看 我煮了你最喜歡吃的 鹹豆漿給你吃 就算吃龍肉也沒有味道 又是你自己叫兒子走的 那他就走了 我甚麼時候叫他走 我只是說說, 他就當真嗎 好…走吧…真是無量的 我不餓了 老爸…你以為我買了甚麼給你吃 你看, 你最喜歡吃的吃飯 我特地開車去九龍城才買到的 你還記得, 老爸喜歡吃甚麼嗎 骨仔包也有你心的 看你自己意神而鬼 媽媽 你呀, 骨仔和我兩個兒子來玩我 你不要大加壞小 免得你說 老爸, 如果沒有你和媽媽兩個大的 又怎會教出我和你出兩個小的呢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是姓柔的 我們是一家人嘛, 那邊見就算了 你驚人, 見就算了 多難得有個億萬富翁的大佬 見就算了, 記得整他一筆吧 你呀, 你不是一叔 快點吃吧 是, 我是 我現在馬上來 甚麼事 洪先生說媽媽現在很危險 叫我馬上去 你呀 昨天我見媽媽那時候還好地地 又會突然間做 昨天媽媽見過你之後 一直都沒醒過 可能她了解了二十多年的心事 很安心地去了 好 冬, 二十多年來 大哥沒有好好的照顧你 媽媽為了這件事 一定也不開心 大哥, 我答應你 從今天開始, 補償你一起選手 我們兩兄弟同腦同步 有福同享 好, 走 熊先生 你不知道我沉思的時候不讓人打擾嗎 對不起, 熊先生 因為收購AMY的計劃突然間有變卦 所以一定要向你前善 發生甚麼事 我剛才收到消息 王廁集團想用每股四個白人錢 收購AMY 但是我們計算的數 只可以用四個半, 所以... 四個九號半全給收購 四個九號半? 熊先生 熊先生, 我想... 讓我分開了 是 怎麼? 我還想要四個九號半的價錢 你成功 AMY的股票每股最少值九塊 熊先生, 我真的很佩服你 能夠在短短時間裡面 計算這麼精密 我想沒人合不上你 有什麼地方想來擔憂 可? 小姐, 我叫她柔冬至 我約了洪先生 早安 早安, 坐下, 坐下… 對不起, 升降機壞了 所以我遲了十分鐘 好, 坐下… 洪先生, 你要我把 啟善的25%的股權主任 給郵冬至先生的那份文件 我已經做好了 你只要在這裡 簽名就可以作實了 好, 謝謝 不要緊, 洪先生 啟勝是一個上市公司 你突然將四分之一的股權轉手 我怕影響很大 洪先生, 你考慮清楚才決定 大哥, 這樣吧, 如果真的影響這麼大 那25%的股權 我不一定要要的 好, 這樣吧, 張律師 是 我稍後再跟你聯絡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謝謝 再見 再見 阿冬, 這些股份是媽媽給你的 給我也沒用了 我又不會做生意的 稍後給我這麼多東西 我更加攔手不成小 不如這樣吧 你在我公司幫我做事 然後你慢慢學 到你有經驗了 我再給你股份, 好嗎 好呀, 我一定會努力的 對了, 明天晚上 我想請你爸爸幫我吃點晚飯 你幫我約他 好呀 郵先生, 我真謝謝你 照顧阿冬二十多年 上一次真不好意思 是, 郵先生, 你千萬不要介意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你明白就好了 好呀, 兒子大兒子的世界 如果要留他也留不住 是, 老爸 郵先生 其實我不勉強阿冬 搬來跟我一起住 不過這樣, 我也為了阿冬前途著想 我想他進來熊市 幫我打理一下業務 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大哥, 你發財了 熊市是大公司, 讓我去犯鷹 阿春 阿冬雖然不是我親生兒子 可是我一直都當他是親生兒子看待的 既然他有這樣的前途 我也不會阻礙他 好, 這樣就最好了 阿冬, 明天我們公司 有一個地盤舉行動土儀式 我想跟你一起去主持 順便介紹你給外界認識 對你將來做事也很有幫助 你明天好威風 你來等我拍攝 跟你拍一輯影片 你記住, 阿冬要關注我弟弟 阿春, 怎麼沒禮貌呢 洪先生 阿鄧最後想請你過去坐一坐 好, 等事來了嗎 是呀 好 洪先生, 把菜單寫好, 看得對嗎 尤先生, 你看這張菜單 如果有甚麼不對的, 換一換 好, 我收回一會兒 你看 隨便吧 不過我聽說這裡的紅燒獅子頭 很漂亮 嘗嘗吧, 好嗎 對不起, 尤先生 因為洪先生一向不喜歡 別人吃一道菜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點個另一種菜 好, 另一種菜 你別愛過刺子了 不如不愛過冬瓜鐘 洪先生的東西也不喜歡 怎麼會這樣 是呀 聽說洪先生因為他五行俗火 對於洪先生的東西是最忌諱的 剛才的紅燒獅子頭就適合他了 是呀 那又不是這麼說的 因為洪先生的面相是屬於獅子格 最忌諱的是人家吃紅燒獅子頭 不複雜的 是呀 不要改了, 就這樣算了 好… 就這樣吧 老爸, 那個紅燒獅子比你還八卦 你有沒有找車接尤先生來 我問過尤先生 尤先生說不用外面找車接他自己來 我剛才打電話給他家的家 說他已經出門口了 是不是呢…人們都到齊了 沒事, 時間剛剛好嗎 碰你的頭, 人家最壞都是你 搞得我的頭又洗不潔, 又洗不清 這麼烏獅子不知道應不應我洪先生 怎麼烏獅子呢?不是挺帥的 你看看我是真的, 我怎麼樣, 進不進去 一千塊衣服進去 那邊… 這次工程完成之後, 我們賺了很多錢 所以下一步我還沒在美街上發展 洪先生, 對不起, 對不起, 遲到 不要緊, 還沒開始 我…我遲到, 所以我… 不怕, 這裡風大也會吹亂 洪先生, 各位, 開始了 藥先生, 幫我帶金花絲, 好嗎? 謝謝… 來, 我們上去坐, 走, 走, 走 過來 這邊, 請 謝謝, 這邊, 這邊 好 各位, 各位 我們這個動土儀式很快就開始了 現在首先是請我們紅市集團的總裁 洪炳賢先生跟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各位上邊參加這個動土儀式 這個工程我們紅市準備以二十億的興建 亦是我們近期最大的投資 我們保證兩年之後一定可以完成 到時候我們紅市就會更進一步 趁著今天這麼好機會 我想向各位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我分別多年的弟弟 尤東智 以後我和弟弟將我一起打理公司 希望各位給他多點意見 大力支持他 我們很感謝紅先生的回事 今天的動土儀式馬上就開始了 我們很高興再請到紅先生和令底 是, 尤東智先生為我們一起支持這個動土儀式 再見 有個小孩 joo » 弱老闆 這兒子傢偷、尤東智先生 我會想做什麼事 你怎麼那麼疯? 有本事 我沒看到 你的頭髮比較亂 阿春, 他還沒回來 你明天再打電話 阿春, 為甚麼會這樣? 誰輕輕闖進心內 深深使我醉到 誰彷彿自我等待 真心的對我好 如一早敬意天地 你只需要碰到 求准許將我生命 分分鐘對你好 而我這愛意 一生也暖 無間與斷 愛得完完全全 和你我永遠依相亂 我說過必算 永遠都算 逢遲遲想未必定 不知不覺要好 還心中充滿衝勁 高山不低高